作为李家主妇 家主李红的妻子 也就是李希盛三兄妹的母亲 算不得如何好说话 但是赏罚分明 在家族内极有威信 已经是实境神仙的李氏老祖 对这位持家有道的儿媳妇 也从不拿捏架子 挑不出毛病 富贵且内敛的李家大宅内 仆役丫鬟众多 各种姓氏的家生子都有 祖祖辈辈都是李氏的提己人 而且李氏历代当家人 对于下人从来都是体恤有加 先前朱和朱禄这对妇女 就是一个例子 以至于有府上老人打去 朱禄是丫鬟身子小姐的命 家主李红是万事不上心的人 喜欢收藏词片和读书著书 除了跟长子李希盛偶尔聊天 不太露面 操持家族大小事务的当家妇人 她没读过多少书 十多字因为需要查账 李家呀 有个传承已久的习俗 就是每当逢年过节 蒙同岁数的孩子 就要死记应备带某个字的成语俗语 若是李家长辈见到的时候问起啊 孩子们能够顺畅地回答出来 就可以拿到一封洗钱 去年除夕是家讲的家字 今年元宵则是寿桃的桃子 当家妇人在元宵节这天 让贴身丫鬟拿着一摞红包洗钱 路上遇见了守株带兔的孩子 便会开口笑问 然后就有了孩子们早就准备好的答案 一个个智生智气清脆悦耳 让气度雍容的妇人微笑不已 比如逃里不言下字成熙 逃之夭夭 逃腮性脸等等等等 都是很美好动人的说法 哪怕有一个孩子脱口而出了一个 不知道从哪听来的凡逃俗礼 是一个很贬义的成语 妇人也没生气 一样笑着给出洗钱 只是当妇人听到投桃报礼的时候 笑容似乎有些牵强 听到礼带桃江之后 分明是一个略带宝义的说辞 虽然寓意算不得如何美满 但比起樊桃俗礼 其实还是要强盛一些 可妇人满脸怒气 吓得那个孩子不知所措 语气生硬的问过孩子姓氏后 姓陈 妇人虽然最后还是让丫鬟给了孩子洗钱 可是离去的时候 她脸色冷落冰霜 并不常见 李家上下都知道家主李红 最偏爱幼女李宝萍 皇帝爱长子 百姓害妖儿吗 对于长子李希盛和次子李宝珍 下人们看不出明显的私心 李红也跟李希盛一起看书 也跟这李宝珍一起没大没小的喝酒 不过李红的妻子可能因为李宝珍是小儿子的缘故 加上李宝珍又是天生讨喜的性子 对谁呀都吃冷吃热的 反观李希盛则要沉默古板许多 从小就不太爱说话 所以妇人跟李宝珍就要亲近许多 自从李宝珍离家远游京城后 妇人就经常寄信去往京城 询问何时回家呀 家书往来频繁 每当李宝珍说起京城去世 妇人拿着书信就会笑出声来 只是每当放下书信后 又会惆怅忧心 担心哪 这小儿子会在大离京城 那么个大地方受委屈 一次次次子寄回家中的书信 都会整整齐齐叠放在 红七小匣子内 李红为此还调侃过妻子 就保真那么聪明的孩子 哪怕出门在外 也是万万吃不了亏 你担心别人才对呢 今天李熙盛从学术返回 回到自己院子 发现爷爷站在小水池旁 像是等了好一会儿 连忙快步地走去 老人率先走进屋内 曲尼书房说 到了布置速节的杰鲁小书斋 老人示意李熙盛 一同坐下说话 宝真性子太跳脱 离开家乡那么远 又是小儿子 你娘亲担心他 那是人之常情 你别总觉得他偏心 为此伤感 李熙盛微笑道 当然不会 那谢时点名要三个人 其中有你 我并不奇怪 你爹不晓得你的天赋 那是他眼瞎 我甚至觉得 你半点不比那个 神高宗贺小梁差了 一周到统的玉女怎么了 了不起啊 我孙子也就没有宗文栽培 否则说不定你就是金童了 到时候结成神仙眷侣 这倒是不错 说到最后 老人自己乐呵起来了 李熙盛有些无奈 爷爷这喜欢跟人较劲的脾气 是改不了了 为了成为黎珠洞天 四大姓十足当中第一位实境修士 这次破境过程 其实相当凶险 可是谁劝都没用 李熙盛同样劝不动 若非偷偷算卦 算出了一个上中卦 李熙盛还真就不敢 任由着爷爷一头撞进去 必生死关 老人冷笑道 至于马苦玄那小子 真不是我背后说人坏话 他家本就是一窝子的贼皮坏种 哼 我可不觉得他有大出息 上山若水 置刚一段 刺骨而然 半点不懂得藏着 锋芒毕露 一年破三境咋了 有本事到了关海境 再来一次连破三境 李熙盛沉默不语 老人突然问 你怎么把那只风雪小锥和那些符纸 一并送给陈平安了 老人自己气笑了 你倒是留一半给自己啊 你信不信 那小子根本就不知道那些 执笔的金贵 李熙盛笑着答道 看来爷爷 其实还不算心疼宝瓶 老人吃憋恼羞承诺 谁说的 我不心疼小宝瓶 谁心疼啊 行了行了 送了就送了 我不过就是随口一提 你看我会让你把东西 要回来吗 李熙盛悔心一笑 老人瞅见了 敌长孙的笑意 伸出手指凌空点了两下 传家宝说送就送 爷爷不拦着 也不会逼着你反悔 但是不耽误 我骂你一句败家子 李熙盛嘴角满是笑意 老人双手放在一把手上 有些疲惫 爷爷啊 就这点本事 当初拼了老命不要 也才精险万分的计身实境 尚无尽根本不用奢望 熙盛 以后爷爷就没办法 为你做什么了 李熙盛赶紧站起身来 轻声道 爷爷 别这么想 已经做得不能再好了 老人站起身 绕过桌子 帮着这个敌长孙 挣了挣衣金 不管是不是去了聚炉州 不管你以后 是不是会气如从高 你都是爷爷的好孙子 天底下做人的道理啊 抢不紧 可我相信我孙子 做人会很正 一直会 李熙盛有些眼睛发色 使劲地点了点头 后退两步 长衣到底 朗声道 言传身教 诚心正义 我李家 不输任何人 老人喃喃道 你当然是 小瓶子也是 唯独 漏掉了一个 公认最聪慧的 李宝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